单身姐妹在快失去怀孕能力的期间 去精子库选精子 匹备试管婴儿 这方案是否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你牧师来了 这个是我今天晚上的课 如果你如果想参加的话 我给你这个 这个是其实一个很大的 这个是你选择用 第一个他是单身吗 还是这个 是单身的 想用别人的精子 那有人就会说 这种比较保守的 就是说这个是 或者是天主教 我应该讲说 天主教或者是 这种比较保守的福音派 他说这样不好 不好 然后因为你是用别人的精子 那等于是夫妻的关系 跟亲子的关系里面 是多了另外一者 第三者了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没有结婚的就想要有孩子 现在是科技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很复杂 你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那主耶稣基督做的事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做什么事 就是荣耀神 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 有没有荣耀神 那你可以把几个选择写下来 我觉得像那个李牧师 刚才讲得很好 你收养人的孩子 你去收养人家那个 没有父母要收养 要被父母丢弃的baby 我觉得这个都是荣耀神 极端荣耀神的事情 那第三个就很简单 第三个就是 你在这个选择中间 到底圣灵告诉你选哪里 圣灵一定会跟你讲 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亲近 圣灵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是我要你做的 这些好像都是一个 灰的地带的问题 可是圣灵的 神的话语 神的真理是黑白很清楚 然后我一直常说 寻求神心五部曲 就是按照蒋明老师刚刚说的 神的话语怎么说 神是找出怎么创造生命的 怎么创造 这个宇宙万物的 神是怎么设计婚姻的 神是怎么设计家庭的 神的话语怎么说 第二神的灵 神的灵跟你 怎么跟你互动 神会给你平安喜乐 要做这个决定 圣灵怎么说 第三是神的子宁 李牧师 是牧师又是医生 甲敏老师 蒂娜老师 我们都爱你 也爱神的人 怎么说 我就想两个字 就是顺服 在一生当中 有多少能顺服上帝 圣经我们常常跟孩子说 我们自己也就是放在心里 就是顺服就是我们 不管什么样的处境 神若把我们放在 这个处境当中 他有他美好的心命 我们愿若是真的 就是像 耶利米书里面说 一定要为自己 凿出一个破烂 不能纯水的池子 那可能后来的结果 我们也要承受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圣经说 你所种的 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 我的回应 就是顺服吧 我觉得 这就是顺服 就一会兒 我们下午 一下 点击 点击 点击